今天我們的電劇心意 委員會 確定說十月分 這個電劇情是不會蓋 還有燃料的結束 現在是起關到這樣 現在台電只能自己來吸收 台電就表示說 今年到現在已經要賣一千五百多億 年代空間會到兩千億 另外學者表示 台穿過後美年四月的電劇 一定會來歡迎相關成本 一 restart 台電劇本創意設計 臺灣提供電力電源社會溝通 不過之前十月報道 配平台電共和電網 潤性建設計劇 開五千六百四十五億共和電網 所以都不想說電力來源 這期錢沒開在應該開的地方 台電表示電源開發計劇 會繼續進行 到現在更加大 五千六百四十五億共和電網 順行建設計劇已經開會 進行中的差不多是三千七百六十億億 存一千八百八十四億 需要兩邊轉案 計劇來進行 不過另外學者這期 還有幾天後 繼續移管 不過十月電機 也沒有去 台穿之後 每年四月充建勉輪 起電極壓力 上工業用電的話 是行不通的 醫生用電 還有包括服務業用電 也都會有創價的壓力 事業調整的壓力很大 目前的虧損是已經 到了一千五百億左右了 那後續這段時間再加上去 一估應該會 會推到兩千億 就這個規模 台積表示 通費碰中 跟五歐戰爭的衝擊 國際電量計劇 第幾天 將近的事會起不來 每年 如果沒有去電極 來年廖前 將近的事會繼續靠台 記者總合佈度